我们接着看一下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顾名思义就是直接引用了一句话 它的特点就是带有引号 引号里边是我引用的一段话 一般是这样 那么在52届的topic小作文的范文里边 就出现过直接引语 直接引语的规则是这样的 在引号的后边就加上rago 就可以 就是说它和间接引语不一样 间接引语有比较复杂的一些接法 什么dago啊rago啊都有 但直接引语呢只需要加rago就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呢就是52届的范文里边的 クルタラゴンダバンナムザネンパルシップシンツ 那它当时的题目呢是这个 要不要上孩子啊 然后80%的男性呢回答了是 个的他 那它引用的部分呢就是括号里边的这个啊 但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啊在真正调查的时候 你真的去问了一个人对吧 那你在问的时候 他是不是啊回答的原话是 grata呢这个呢是不一定的对吧 他有可能回答 grasumida或者是 그래요啊 等等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别的肯定的这样一个表达啊 但是呢我们把这一些呢全全都怎么样 全都归类为这样的一种 grata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呢 这个人真正回答的呢不一定是这个啊 那另外一个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呢改成渐渐一语呢 它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句子 grata go ンダバンナムザネンパルシップシンツ 语法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用间接引语的话 我们会发现啊 因为没有引号 所以说这个grata这个单词呢 这个东西呢 它不是很很这个明显啊 那你看上面这里的话呢 它有引号就非常的明显 是吧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 还是用上边这种直接引语呢 更好一点 是吧 这样阅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哦回答式的人是80%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啊 接下来这个呢 是五三二届的小作文的第一句话 那这里呢 就用了一个 这个 引用了一个疑问句啊 引用了疑问句 那疑问句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这么用啊 其实这个呢 也是一个引用啊 然后第三个 引诸习语咋整个一用杂品 拿着材料表面 这个为什么写在这里了呢 这个呢 这个和上边的第二个 这两个都是小作文的开头 一个是52届的 一个是60届的啊 那其中 上边 括号里面的部分呢 是啊 调查的内容 那下边呢 也有调查的内容 是哪一个呢 就这一部分呗 这里啊 那为什么下边的调查的内容 没有用引号呢 这是因为我呀 这一部分呢 他不是啊 引用了谁的话 那上面这个呢 应该是引用了一个问题啊 所以上呢 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小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好 这个呢 是直接引语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